哈囉 大家好 我是Roka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好笑的遊戲 那我會知道這款遊戲是因為之前在任天堂的直面會上面有曾經介紹過 然後在上一趟去美國參加暴雪的BlizzCon的時候 跟萊斯又特別有聊到這款遊戲 當下萊斯其實就給他一個蠻好的評價 我就想著說回來之後一定要找機會好好的去體驗他一下 那這次的體驗其實也蠻幸運的 因為是XGP的版本就直接有登上來了 所以直接下載就OK 畢竟我是有購買XGP的服務 那這款遊戲的名稱就是搖頭哥 節奏大逃殺 它推出的平台在三大家機跟PC上面都有 然後XGP上面有 所以如果你是有XGP服務的玩家 可以直接下載來體驗看看 Steam上面是總共有400多折的評價 然後目前為止是幾度好評 但因為400多折其實也不算到太多 所以在玩的時候你會發現到 就算你開啟的跨平台 還是會有一種好像連不太到人的感覺 尤其是白天的時候或者是深夜太深的時候 人數都會大量的下滑 所以在配對的時候可能就只會有幾個 那當然好處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跨平台 那如果說真的是找不到人的話 電腦也會在一定的時間裡面配上電腦來跟你去做一個競賽的選手 整款遊戲是比較建議戴耳機玩 這是遊戲當中會跟你講的 直播的時候我也是全程戴耳機在玩遊戲 音效的部分音樂的部分真的都非常棒 非常的震撼 而且你在聽的時候比較不會有扎音 比較不會有干擾 畢竟這樣子的節奏遊戲聲音真的很重要 那後來錄這些片段的時候 我是用音響放出來直接聽的 其實也還OK 但是因為它的遊戲音樂的重低音表現還不錯 而且整個音樂的表現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在裡面也有一些敲打樂器的聲音會出現 這些其實表現的真的都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的音響是稍微好一點 或者是有稍微好一點的耳機 也都建議拿來用 玩這款遊戲那種舒服感會大量提升 那因為螢幕或者是其他硬體的問題 也會有一些延遲的狀況 那節奏遊戲就是特別吃節奏這一塊 如果說你本身對於節奏 對於音樂對於音感是非常準的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螢幕的延遲 或者是硬體的延遲 所以會導致你在按的時候怪怪的 遊戲在剛開始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輸入延遲 可以來測一下你的延遲時間 這個的話建議你換螢幕啦 或者是換主機換平台的時候 都可以拿來測測看 畢竟它有推出在三大夾擊 所以我不確定大家會在什麼樣的平台上面 去玩這一款遊戲 玩法的部分呢其實蠻簡單的 它每次開始就是會有四個回合 只要你配對玩三十個人之後 它就會開始遊戲 第一回合會是三十個人 第二回合剩下二十個人 第三回合剩下十個人 第四回合剩下五個人 最後呢就是拼出前五名 關卡呢總共有二十三種會隨機出現 大多都是節奏玩法 有的玩起來很像太古達人 像我剛開直播的時候就有人說 欸你怎麼會在玩太古達人 不是要玩P5T嗎 怎麼會玩起這個很特別的遊戲 但其實看起來是真的蠻像的 玩法也蠻像的 但整體來說還是不太一樣 有的是考驗反應 像有一個是 濁、跳、轉身、拉伸 那一個玩法呢 你就是看它裡面的人物 做出什麼樣的表現 在時間裡面呢 要去按對應的按鍵 那濁、跳、轉身跟拉伸呢 總共就是四個嘛 所以就是A、B、S、Y各配的一個 等於是你要在時間裡面 去反應這個動作 按下對應的按鍵 時間其實蠻短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算簡單 因為有很多更難的 像是它那個音樂轉盤在轉動 上面會有A、B、S、Y的各種不同符號 需要你去對應 跟著節奏按、跟著速度按的 那個真的就難上不少 有一種難度也是很高的 就像是要記什麼樂器的聲音 然後再挑樂器答案的 老實說我自己真的 對於某一些樂器的聲音 完全的不明瞭 就算它今天混在音樂裡面 是非常好聽的旋律 或者是非常好聽的 其中一條的音樂的樂器的聲音 但是我還是會聽不出來 它到底是有什麼樂器來演奏的 畢竟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對於這一塊 我相信有很多玩家跟我一樣 就是你對音樂的不了解 可能還是會多少影響到 可是這一塊是可以補的 就是你多玩幾次這種遊戲 多聽個幾次 應該就會有節了 還有一種是彩樹枝 皮鞭抽打 還有一個是揮拳 最後一個我忘記了 也是一樣配四個聲音 聲音要記 而且要記你的對應的位置 因為它在剛開始的時候 它會提示你 哪一個位置是什麼樣的聲音 可是到後來它就會變成不見了 因為它的難度 會從一開始慢慢的加深 可能就是要讓你先了解 這個小遊戲該怎麼樣去玩 然後接著就會把遮擋物拿出來 或者是會把符號隱形 讓你在玩的過程難度是會慢慢加深 也會遭就到比較快 就有選手被淘汰的結果 所以這個是一定有必要給提升的 過了幾回合之後 還會有bonus的關卡可以玩 在玩的時候就是可以增加 最後結算時可以拿到的吐司 那最後的結算 就是你全部四回合打完了 或者中途被淘汰也OK 反正你只要打完了一局之後 基本上它就會依照這個得分 來拿到一定的吐司量 吐司就是遊戲裡面的幣 就是它的遊戲幣 所以可以拿來買裝換裝 我覺得東西不算到太貴 而且會因為時間不斷有變化 所以在買的過程呢 如果你現在看到很想要買的 金額可能差不遠的 建議是先撐過這段時間 把錢賺到了 去把這個東西換回來會比較好 因為它可能隔了明天之後 就會又換一套服裝 你可能昨天想買的 現在就比較不好找到 賽季的部分也會有獎勵可以拿 一樣是你在玩遊戲的過程 就會拿到一些積分 積上去之後 你就會自動拿到一些回饋 一些報酬 挑戰也會有任務 例如說執行幾場遊戲 或者是拿個幾分 做個幾次什麼樣的手購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指令等等 來完成挑戰 也可以拿到一些新的服裝 總之它就是小遊戲搭配換服裝 再繼續去玩小遊戲 那過程呢就是以小遊戲為主 然後換裝為服 讓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造型 用很ㄎㄧㄤ的方式 來跟別人一起玩遊戲 整體的優點來講的話 我有稍微整理了一些 缺點我也整理了一些 優點的話很簡單 音質真的很棒 聽起來很舒服 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呢 你在聽這個音樂 是可以很享受的 那有的歌呢也會很熟悉 像是有聖誕節的音樂會出現 或者是有一些古典的樂曲 有些類似的聲音會出現 你聽起來會覺得特別有感 而且身體呢也會想要晃起來 跟著它的節奏去走 那遊戲的部分 我也覺得是蠻有創意的 因為一般的拍對遊戲 大多就是叫你拿手把 來做一些什麼不同的動作 可是它呢是把一個節奏 或者是把一些樂器的東西 算是屬於偏向音樂類型的啦 組合在派對遊戲裡面 而且也組合了大逃殺的要素 讓你一開始有30個人 慢慢的接受到淘汰的命運 那這個過程呢 我覺得玩起來還算頗有趣的 真的是算蠻大 也蠻值得推薦的優點 缺點的部分 就是派對不太好排到一堆人 就是30個人 雖然會有電腦代打 但是電腦的難度 真的實在是有一點低 你基本上跟電腦打呢 就是玩家會跟你互相對抗以外 電腦啦 真的就是一個 有點像輔助的小小角色 或者說是一個陪玩的角色 總之如果說你的電腦 真的出現很多人 假設30個人呢 有20個人以上都是電腦的話 我覺得這場比賽 打起來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有機會啦 可以拿到第一名 但是呢 我就覺得當成一種練習賽來玩就好 心裡面的那種勝負啦 或者成就感啊 不用放得太大 因為真的難度不會太多 可能第一次你會拿到第一名 哎呀這個真的是很開心 但是接著你再多打個幾場 發現到 欸我怎麼都可以前五名收場 你就會發現到 原來是電腦的實力真的太弱 所以打起來呢 才會有這種爽度 那有一些難度呢 是真的頗高的 得要練習久一點 像是那一個音樂轉盤 就是有點像是 疊一片在上面轉的時候 我們得要跟著音樂節奏按A B S Y 而且它會有組合鍵 有一些按鍵還需要長按 所以在按起來呢 真的是會頗有挑戰 尤其是你對於Xbox啦 PS5啦 跟Switch啦 會做一個交換 隨時呢 換來換去 隨時玩來玩去的 你可能對於這個按鍵 就需要稍微熟悉一下 因為A B S Y的位置 像Xbox啦 跟Switch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按起來呢 很容易就會按到錯誤的按鍵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的創意 真的是可以給它非常高的分數 因為真的以創意來玩這款遊戲的話 它的確是頗好玩的 而且玩起來是有一些效果存在 可以讓你邊玩邊笑 感覺真的是很有趣 而且你在挑釁人的感覺啊 也不太像是一種挑釁的那種機車感 就是會有一種很爆笑的感覺啦 你就會覺得它到底在幹嘛 而且每個人的裝扮 雖然說很時髦很時尚 但是那種時髦跟時尚 看起來也是頗為有趣 甚至到滑稽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但小可惜呢 就是可能需要有更多人來推動這款遊戲 讓它可以人多一點 在配對的時候呢 會有更多真人一起玩 我相信啦 對於這樣子的一款遊戲 可能會有更大的成長 而且呢 你在玩的過程當中 也會給予它更多的肯定 不管是輸還是贏呢 有真人一起挑戰 那種隨機感 那種不確定性 我覺得才是在玩起來 會最有趣最有趣的地方啦 OK 那這款遊戲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 NEO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喔對了 最後這邊再補充一下 庫巴有玩 它真的玩不太起來 然後遊戲在玩的時候呢 也應該都會全程需要網路 因為它就是要在網路上面 連線找對手 那對手不足的話 才有辦法配上電腦 來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又我在網路上 不足以來 沒有什麼東西 微不開心 在網路上